好,我们讲虎长与虎长参数,就是ArchLens AndArchLensParameterization 虎长参数化 那我们首先我们对对这个空间上的一个曲线 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长度 假设曲线是LR等于RT 或者写成参数化就是XTYT和ZT 我们怎么样去求它的长度 这个长度怎么求 我们先看二维的情况 或者是LR等于RT等于XTYT 二维的情况下,我们推导一下三维的情况 那么也是一样的去求 我们画曲约点 那我们怎么样去求这个长度 假如说这个对应的是T等于A 这个对中点是T等于B 那我们怎么去求它的长度 因为它也不是直线 它每任何地方都是弯曲的 那我们怎么去求 实际上这个思想 跟我们这个定期分的思想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分成很小的很小的一段 在每一小段上 它近似于是一个直线 我们画长一点 我们看这个画大一点 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那么这一小段的长度 可以近似的用它这个割线来算ΔS 我们可以用这一小段直线段来近似 当这个分的区间够短 我们给它画的够短 那么这一小段直线的长度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用勾固定理 那这一段是ΔX 这一段是ΔY 所以ΔS近似于ΔX的平方 加上ΔY的平方 再开根号 那这个如果我们把它都换成T的函数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ΔX的平方 除以ΔT的平方 再加上ΔY的平方 除以ΔT的平方 然后外面再乘上一个ΔT 那所有的S 它就是ΔS加起来 我们如果把这个记住ΔX 那么I从1到N 那就近似于 就是根号下ΔX I的平方 除以ΔTi的平方 再加上ΔY的平方 除以ΔTi的平方 然后再乘上ΔTi 再求和I从1到N 然后把区间画的更短 区间画的更小 就是然后令区间都趋近0 ΔT趋近0 那就是一个Limiter ΔT趋近0 或者是N区间无穷大 I从1到N 再根号下ΔXi的平方 ΔTi的平方 ΔTi的平方 它就是一个Integral 是从A到B 那么我们 当ΔT趋近0的时候 ΔX除以ΔT 不就是X关于T的导数吗 所以是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再乘上DT 那同时我们知道 那同时我们知道 这个RT是X关于T的导数 Y关于T的导数 那么RT的这个长度 RT 这个叫做RT的导数的长度 正好是根号下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所以我们这个弧长 这个长度也可以写成A到B R关于T的导数的长度 再乘上DT 那么三维的 是完全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得到的ArkLens 我们L是等于A到B 这是R关于T的导数的 模长再乘上DT 那在二维的话 就是A到B 根号下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再DT 这个是2D的 那么3D的是A到B 根号下X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再加上Z关于T的导数的平方 然后再DT 这是弧长 这是它的长度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好 我们说这个 曲线的 找曲线的长度 然后 找背景的长度 然后 Out of the circular,就是圆柱螺线 Rt 等于 A cos t, A sin t, Bt 它的长度,我们说是 between A 0 0 and A 0 2π B 那我们说是,首先Rt,我们要把t的这个上下线,要算出起点和终点,Rt是等于 A cos t, A sin t, Bt 那么 A 0 0,对应的什么呢? 我们把Rt 0,如果我们Rt 0等于 A 0 0,那么也就是说 cos t 0等于 1 3 t 0等于 0,而且 Bt 0等于 0,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是 t 0等于 0 那么把7点算出来啊,那么Rt 1它是等于 A 0 2π B 也就是说,直接我们从第三个就可以知道了,T1等于 2π 那我们再算它的 derivative 而关于T derivative,R关于T的 derivative,我们求辅长,我们是 derivative的长度再积分 那就是负 A 3 t, A cos t 和 B 那它的长度,它的长度是等于 A 平方 cos t 的平方加上 A 3 t 的平方 然后加上 A 平方 cos t 的平方,加上 B 的平方,再开根号 那么 3 t 的平方加 cos t 的平方等于 1 那么前面 A 平方是一样的,所以是根号下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 所以它的 length 那么 7 点是 0,终点是 2π t 乘上 A 平方 cos t 和 B 的平方 然后根号下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 所以是 2π 乘上根号下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 所以是 2π 乘上根号下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 这是我们求 第一个我们求它的长度 嗯 嗯 那我们都,这里我们用的是 T 。 好,我们再看一个 嗯 嗯 我们再看一个林匹吧 我们 find the length 哦,the curve r等于t的平方,t的平方,t的立方 from t等于0 to t等于1 那我们看先把它已经把t的七点和终点都算出来了 那我们只需要算这个rt的derivative就是2t和3t的平方 那它的长度是等于根号下4t的平方加上4t的平方 再加上9t的四次方 好,我们可以把t的平方给提出来 这两个是8t的平方,这9t的四次方 所以提一个t的平方出来 那么再在根号外面只剩一个t 那么就是8加上9t的平方 所以它的这个length是从0到1 那t乘上根号下8加上9t的平方 在dt 那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变换 u等于8加上9t的平方 du就等于18t dt 所以这个结果是18分之1 那这有t dt差个18 所以是根号u du 但是当t等于0的时候 u是等于8 t等于1的时候 t等于1的时候 8加9是7 所以等于18分之1 再乘上3分之2 再乘上u的2分之3 这是8到17 所以说等于 5是4分 27分之1 27分之1 带17去 17的2分之3次方 8的2分之3次方 是8的2分之3次方 这是球 球的长度 好 第2个问题 我们讲无常参数 也就是说 把这个曲线用无常参数来表示 那我们知道 这里要写的用L 我们如果把这个长度写成S吧 现在我们把这个 如果我们 SB Occure 也就是说 S是T0到T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从T0到T吧 这个T是变化的 那么这个S它就应该是个T的函数 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的 那我们直接可以看得到 这个D S DT 因为这是变上限积分 变上限积分 那么 直接 就把它 把上限带到 背起函数里面去 那么 D S DT 是R关于T的导数 而且S是关于T的函数 那么反过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 怎么说呢 实际上我们 S是关于T的函数 而且随着T的增加 ST 一直是单调增加的 ST 它是单调增加的 单调增加的 它是一个单调的函数 它可以有反函数 也就是说 T也可以写成S的函数 那么 这样的 T也是写成S的函数 所以说 RT 这个是不等于0的 所以RT 可以写成RS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RT 换成 把变量换成S 那怎么换呢 那怎么换呢 或者RT 我们可以看 T也是S的函数 那么RT S 那就这个 我们把它写成RS 那怎么换呢 我们是把这个ST 这个积分出来 然后再把T用S代替 把T用S解出来 就像我们求反函数一样 我们用 我们用一个议题来说明 我们如果说是 那我们说 Parameterization Parameterization 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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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 等于 那么说 A Cosin T A Cosin T B T R C RX RX 那我们怎么做呢 那我们知道刚才是 R关 T的 导数的长度 是等于 跟 号下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那么S 是从 那么S 是我们可以写成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从零开始 因为我们的这个圆柱螺线它的起点也是T从零 那么如果没有给定啊 如果没有给定这个T零的话 如果没有给定这个T零的话 那我们通常默认是从零开始 小数然后DT 这个是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上B的平方 DT从零到T 那这个是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乘上去T 你带零和T进去就等于这么多 也就是说S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乘上T 也就是说T等于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 A的平方分成S 所以说RT等于A3T和BT可以写成什么呢 这就是Acos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成S A就是3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分成S 和Bs除以根号下A的平方加B的平方 这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把它用ArcLens来算 用ArcLens作为它的参数 作为它的新的参数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立体吧 我们RT它是等于RT等于我们是3T 它是等于RT等于我们是3T 然后是2倍根号2T的2分之三次方 然后ParametrizationRT byArcLens 那我们这是CosT和SinT 所以T最多是从0到2π 因为它转了一圈了 当然我们 这个没有关系 关于T是多少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不是求它的长度 那我们先看RT的导数 3TcosT 所以说3倍CosT减去3T3T 好 3倍3T加上3TcosT 然后是2倍根号2乘上2分之三 就是3倍根号2t的2分之一次方 那它的长度 这个算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等于根号下3倍CosT减去3T3T这个平方 加上3倍根号2乘上3倍根号2t的2分之1 这个平方再加上3倍根号2t的2分之1 所以是18T 这是它的切下量的长度 那我们算出来 3CosT3T3T3T 那这个我们展开 3CosT3T 负的3T3T 所以其实这两个的中间是约掉的 所以说根号下9倍CosT的平方 加上9倍T的平方3T的平方 这是9倍的3T的平方 加上9T的平方 CosT的平方 再加上18T 中间的是约掉了 因为这中间的是负的负18CosT3T 这是正的18T CosT3T 那么3T的平方加CosT的平方等于1 所以这两个是9T的平方 所以这两个剩上9T的平方 这两个剩上9T的平方 这两个剩上9T的平方 最后是18T 我们把9拿出来就是3 然后根号下T的平方 加上2T加1 所以是3倍T加1 3倍T加1 所以S是从0到T 3倍的T加1 Bt 好 我们积分出来 直接定T加1等于U就行了 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拆开 所以是2分之3T加1的平方 从0到T 带T进去是2分之3T加1的平方 再减去 带0进去是1 所以是等于2分之3T的平方加2T T的平方加2T 那这个可能不好算 也就是说 现在是 我们把S等于2分之3T的平方加2T 我们是3分之2S 我们把两边的糖色乘上3分之2 所以是T的平方加上2T 然后再减3分之2S 等于0 这个还不太好算 T要 这个T 如果我们限制在 大于0的部分 T一定是大于0的 这T是大于0的 因为我们这部分T的2分之3次房 所以T一定是大于0的 我们把它用2次根式解出来 T等于2分之1-2加减 根号下B的平方是4-4 A C就是3分之8S S 那么这是 S始终是大于0的 所以这个根号下面始终是大于2的 所以我们只取 所以我们只取 只取T 因为S大于0 而且T也是大于0的 所以T一定写成是-1加上 3分之2S 这个提个4出来 就根号下1加上3分之2S 或者说等于根号下3加上2S 那我们把它都乘个3出来 那我们把它都乘个3出来 好 嗯 这直接还是1加上3分之2S吧 再减1 所以我们RT Rs吧 T就等于这么多 那就是 3倍 根号下1加上3分之2S-1 乘上cos 根号下1加上3分之2S-1 再乘上3 再乘上3 根号下1加上3分之2S-1 再是2分之2 2分之2 2倍根号2 然后是T 是根号下1加上3分之2S-1 然后是2分之3次方 这是我们的Rs 看起来挺复杂的 但是我们做法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这个是我们互常参数 互常和互常参数